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安 我是Tazra 我們現在身後就是周六市集 那我們想說來這個市集看看 總共可以吃到幾個在地的荷蘭小吃 在荷蘭就很常看到這種路邊 他們會賣這種現煎的荷蘭煎餅 這個也是道地在地必吃的一個美食 來吃焦糖煎餅 鮮桌就是最好吃 好軟喔 然後它有焦香味 好好吃喔 但是好甜好膩喔 一般回來荷蘭人在吃的時候他們都會喝杯咖啡 再見 走吧 下一個 Yes please OK 配白拼 Thank you 上面他們會放很多洋蔥 其實蠻新的老實說 來吧 一口吞 好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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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它很營養 Yeah 你成功了 成功 滿好吃的啊 應該吧 快煎嗎 來荷蘭呢當然還有他們的炸油球 真的就是必吃的 你看 老實說它其實吃起來就很像甜甜圈 只是不同形狀甜甜圈 它就是一坨麵糰 然後放到油鍋裡就炸起來 就這樣 冬天來荷蘭花一定可以吃的到 嗯 其他雞也都吃不到囉 好燙喔 太燙到了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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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kandel OK Thank you Frikandel 好燙喔 我覺得還好啊 我看當地人很常就是 麵包會夾那個熱狗吃 是喔 麵包會夾熱狗 OK 好 那就這樣吧 我們去吃下一個走吧 我有點了這個荷蘭啤酒 因為小燕說來荷蘭 一定要喝啤酒是不是 我是不喝酒的啊 但我覺得這個啤酒 好像就是一般的海泥根耶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家跟我轉過來喔 你看就是 在荷蘭啊 他們男生有這種路邊可以尿尿的地方 那還蠻普遍的 好那我們今天總共品嘗了 六樣荷蘭在地的美食 如果你來荷蘭的話你必體驗的 我覺得應該是生飛魚吧 因為我覺得生飛魚你只要體驗過一隻 它那個陰影會一直永遠存在你心裡 我覺得來荷蘭的話 交場間餅吧 雖然交場間餅在台灣買的到 但是台灣沒有那種街邊 直接做給你那種交場間餅 跟你在台灣買到冷的有差耶 現做熱的好好吃喔 你只要一經過那個攤位啊 你就會被它的交場吸引 然後停下來 然後在荷蘭它很特別的是 它的交場間餅不只是那種原味的 我看到它還有有買巧克力啊 還是草莓 還是其他有那個口味 其實你在台灣這種 便利商店那種買冷的 是買不到的 那以上就是這邊囉 喜歡的話歡迎你 再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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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